大家好 我是Kokoです 很快我們已經玩了一個星期的書 每天寫兩個兩個 很快就寫到第十個 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這兩個 第一個就是 Ujiwa Ujiwa的前面是跟動詞普通形 I的原詞 Na的原詞 是名詞 和名詞 它的意思是 在什麼時候 表示在某個時期 一邊做某件事 或者處於某個狀態 大家經常聽到這個 Ujiwa 它們兩個的分別 如果你是Wa 後面是這個時期 裡面持續的狀態 然後Ni 後面是跟這個 這個期間裡面發生的事情 多數是一個瞬間性的動詞 大家如果有那個形象 在腦海裡面 就是Ni 這個座詞 是一個點 就是這個 Pon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所以就會用一些瞬間性的動詞 例如這裡的例子寫著 第一個 Hajime no uchi wa shippai ga o kata 就是在剛剛開始的時候 時常都失敗 如果用Ni的話 Hajime no uchi ni shippai o shita 就是在開始的時候 有失敗 大家這兩個例子 看到它們的分別嗎? 第二個 就是okage de 或者okage da 它的前面就是跟動詞的普通形 I的用詞 Ni的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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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名詞 Ni的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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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經常看日記 都會聽到這個詞 它們的意思是 因為某種原因 產生了好的結果 例如我們看看這裡的例子 大家的用詞 Ni的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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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各位 電影的拍攝便順利結束了 有時候 都會用於不好的結果 就表示反語 例如反話 廣東話 就是都怪你才沒有什麼意思 例如這裡的例子 就是 就是因為相信了他的說話 才按倒楣的 所以記住 可以用於好 或者不好用來做反話 也可以 我們今天就溫到這裡 今個星期就溫到這裡 明天和好日大家休息一下 如果想溫生子的話 記得每天看我的IG 如果想看日本的資訊 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我們下個星期一再一起努力 再見 拜拜